欢迎利波老师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收香中国 老师好 好 老师 请您说说看这个古诗词的发音 到底和我们现在说话 到底有什么不同 我们现在的诗词朗诵 当然是以普通话为基础的 那么在古代 它也有它的发音方式 这个诗词的发音 有四声的标准 就是平嗓去入 但我们现在的普通话呢 是从北方语系发展过来 就没有入声字了 但是我们湖南话是有入声字 好多的 好多巴多的 这里都有 比如说你可以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读诗这种感觉 但是可能古人去吟唱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感觉 对 我听过李建那首 非常漂亮的《在水一方》 他唱的那个 我觉得非常棒 他尤其自己 有过一种改编在里头 我觉得韵味和原来不一样 利老师来一段 对对对 我这么想听一下 献丑啊 大家可能不太习惯 因为我这种音诵方式是 从国学大师钱仲莲的南派音诵传下来的 它有南方音的发音在里头 好 您是准备要您唱了吗 我帮您配那个著名的那个心跳声 啊 兔 敦 敦我以为你要配舞蹈 哦 监 敦 敦 敦 我以为你要配舞蹈 好 老师请 所会从职 道座且长 所有从职 万载随中央 见家才才 不路为一 所为一人 载随之死 所会从职 道座且有 所有从职 万载随中职 我取了两段 因为它三段不怕太长了 见家常常 倒听出来是一个混拍子 有四二 有四三 见家已经开始点评了 从现代音乐的角度 是吧 对 其实我们这个 我们中国传统的 其实是不以节奏取胜的 是以旋律的 我相信那时候的银茶是很优美 就像古琴一样 体会意境 是有四个人 童谤 有四个人 童谤 有四个人 童谤 有四个人 童谤